现在外交部的工作 跟老百姓的利益生活 也是越来越密切 不是只有发护照 我们认为外交部只有发护照 跟老百姓有关系 不是光是跟外国人打交道 本国人很有关系 所以我也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游礼走天下 礼貌的礼 因为我发现 我们每年出国的 超过800万人次 那么这么多人出去 在外面人家看到你 就是说台湾人就这个样子 假如说你不懂国际语义 很可能影响到 我们的国际形象 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么一个活动 其中包括印小册子 游礼走天下小册子 其中包括衣食住行娱乐等等 那么我们在发护照的时候 同时就摆在一起 就发给他们 另外在林务局 机场很多的地方 我们都摆了很多 结果这个册子 我们先印五万份 外面很多的县市政府 地方政府都 都来要 说这很好 热烈的来要 结果我们很快就没有了 后来我们就加印十五万份 所以总共这二十万份 现在这个 另外我们把这个内容上网 办一个有奖争达 因为上网人家不一定看了 所以我们就办一个有奖争达 一个月以后我们抽奖 总共超过三十万人上 给什么奖品来回机票吧 一定是这样 我们不少有什么遮叠 脚搭车等等 琳琅满目的奖品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上网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蛮好 另外我们在办五十场演讲 让我们这个资深同仁 到全省各地去演讲 来谈这个国际礼仪 那么同时也谈谈外交经验 让老百姓对我们外交 多一点点认识 因为一般来讲 老百姓对我们外交部 做哪些事情 我们外交工作到底是什么 早年还说外交部就是断交部 对外交人员士气打击真的很大 所以我们就办五十场演讲 所以我们是另外我们还制作了 电视短片在电视上播出来 下午都很好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游离走天下 另外一个我做的就是行动领悟 因为事实上我们侨胞是遍布全世界 但是你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办事处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办事处 能够定期到侨胞人数多一点的地方 来提供服务 也就是我这个道府服务定期 这样的话事实上很多的文件证明 或者是护照延期等等 并没有时间的击迫性 那么我们假如说有人定期去的话 很多侨胞他就等我们人去的时候在那里做 免得他要买张飞机票 飞到我们办事处去 还不一定当天能拿到 辩明 这也是另外一种外交部的辩明 就是这个在辩明方面 我们讲了这个不少的事情 一个是优理所天下 一个是行动领悟